喜剧科克 悬念古史寺 第八个受害者 作者 喜剧科克 王强义 我的车速差不多达到八十了 不过 公路长而平坦 使人感觉不出有那么快 坐在旁边的是个红发孩子 正在听汽车里的收音机 两眼明亮 透着一丝脚霞和狂野 当新闻播放完毕时 他调低了音量 他用手擦擦嘴角说道 啊 到目前为止 他们已经发现了七个受害者 我点了点头 刚才我也在听 我一只手放开驾驶盘 揉了揉静步 长时间的高速驾驶 使我感到有些疲劳和紧张 他看看我 狡黠地笑了一下 你紧张什么呀 我的眼睛像他迅速地飘了一眼 没有啊 我干嘛紧张呢 那孩子的嘴角 一直挂着一丝脚霞的笑意 爱蒙顿城周围五十公里道路 你全部设下了路卡 嗯 我也听到了 那孩子几乎咯咯地笑了出来 对他们来说 他是太聪明了 我瞥了一眼 放在他大腿上的布袋的拉链 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吗 他怂怂肩 嗯 我不知道 那孩子的身高 比普通人矮了一些 数销瘦型的 年纪大约十七八岁 长着一副娃娃脸 也许实际的年龄 要大上四五岁 他在长裤上擦了一下手 你没考虑过 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吗 我的眼睛 一直注视着前方的道路 没有 他舔了舔嘴唇 也许 他是被逼得太甚了 他一生都在被逼迫中 总是有人在命令他做什么 做什么 或者不去做什么 要是哪次被逼迫的太狠了 他就不顾一切了 孩子梳着 眼睛凝视着前方 他爆发了 一个人能够忍受的就那么多 然后 就有倒霉的当他的出气筒了 我放松了脚上的油门 他看看我 一脸的迷惑 你 你减速做什么 汽油不多了 我说 前面那个加油站 是四十公里以来 我看见的第一家 可能 还得跑上四十公里 才会有第二家 我驶离路面 停在三个加油机旁边 一位老年人 绕到我的驾驶座位旁边 那孩子大量着加油站 那是一栋小建筑 四周是一片麦田 门窗布满了灰尘 显得很脏 我看见里面的墙上 装着电话 那孩子轻摇着脚 那老人可真磨蹭 我不喜欢等 他看着老人掀开车头盖 查看油箱 这么老了 干嘛还活着 他倒不如死掉 还干净利落些 我点上一支烟 我不赞同你的观点 孩子的视线收了回来 咧嘴笑着说 那有一部电话 你要不要给谁打电话 我吐了一口烟 不要 当老人找给我钱的时候 那孩子转向窗口问道 先生 你有没有收音机啊 老人摇了摇头 没有 我喜欢安静 那孩子裂开嘴笑了 先生 你的想法很正确 安静的环境使人长寿 上路后 我把车速 驾到八十公里 那孩子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说 要杀害七个人 可要有点胆量 你使过枪没有 我想 差不多每个人都使过枪 他露着牙齿 嘴唇抽动了一下 你有没有拿着枪 对着别人呢 我瞥了他一眼 他两眼明亮 有人怕你 那种感觉很好 当你手中有枪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了 是的 我说 有了枪 你不再是个矮小的人 他的脸 微微红了一下 只要有枪 你就是世界上最高的人 杀人要有很大的胆量 那个少年又说到 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 那些遇害的人当中 有一个是五岁的孩子 我说 对这件事 你有什么话说 他舔了舔嘴唇 那 可能是个例外 我摇了摇头 没有人会那么想 他的两眼 有一会儿似乎显得有些疑惑不定 你想 他为什么要杀害一个孩子 我送送箭 嗯 那很难说 他杀了一个人 另一个 又一个 也许过不了多久 所杀的人是谁 在他看来已经没有什么不同了 男人 女人 甚至孩子 统统都一样 少年点了点头 那样一来 倒养成了一种试杀的习性 他沉默了五分钟 他们永远也逮不到他 他太聪明脚狭了 我凝视了他几秒钟 你怎么会这么认为 要知道 全国人都在找他 每个人都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 少年 挺了挺单薄的双肩 也许他不在乎 他做了他必须做的 现在 他名声大噪了 我俩彼此沉默不语地行驶了一段路程 然后 他扭了扭线在座位中的下身 问道 你在收音机里 听过有关他的相貌描述没有 当然听过 我说 上周以来 我就一直在听 他好奇地看着我 你不怕 我就是那个人 你还让我搭便车 他的眼睛一直盯在我的身上 我的相貌 符合收音机中的描述 不错 路在我们前方延伸着 两旁是空旷的平原 没有房屋 没有树木 少年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看起来就像凶手 每个人都怕我 我就喜欢这个样子 我希望你乐够了 我冷冷地说 两天来 我在这条路上 被警察逮捕了三次 我差不多和凶手一样有名了 我知道 我说 我想 你会更有名 我早就想到 我会在这条公路上找到你 说着 我降低车速 问那个孩子 我怎么样 我也符合收音机里所有的描述吗 那孩子 嗤之以鼻地笑了一下 哼 不符合 你的头发是褐色的 而那个人是红色的 和我的发色一样 我微微一笑 可是 我可以染呢 当那孩子 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睁大了惊恐的双眼 他将成为 警方正在追捕中的 那个凶手枪下的 第八个受害人